好 我們來回覆一下 第一回合的重新開打的這個比賽 Apple一個4BG快攻就直接殺過去 對 感覺是開局的巡人 直接發現了對方 偷很大 對 再加上Apple本身自己的開局 就是才有一個比較 比較沒有偷那麼大的開局 是單瓦斯爲的開局 我們牽壓到對手加重的時候 雖然Karlik這邊也是一個士兵 但是傳送門的時間其實也是有差的 對 比較晚傳出兵力的話 我們的兵力其實就是比對手晚 比對手成型還都晚 那現在第二回合的比賽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矚目 兩位年輕的重組選手 橘子熊隊是Slam 劉彥誠選手 戰績是10勝14敗 4x17的勝率 而且Slam最近是6連敗了 已經破了個人最長的5連敗的連敗紀錄 對上是AK 李哲偉 4勝5敗的成績 不過他最近也是吞了一個2連敗 那昨天呢他還輸給了 橘子熊隊的HERO 鉛筆 讓鉛筆總算是可以安心睡覺啦 終止了10連敗的聯盟紀錄 對 還跨季 跨季10連敗啊 也是本季的第一勝啦 不過這兩位選手 這兩位重組選手是第一次對決喔 在太風之巔 對 我們螢幕上現在看到11點鐘方向 這個是我們藍色藍色的重組 橘子熊的Slam 10年 那再來喔 這是一個遠點對點 這5點鐘方向 腰衛太陽神的AK 紅色喔 紅色的重組 是 Slam呢在本賽季隊重組是3勝300 剛好5成的勝率 而至於呢他在太風之巔 也是3勝300 也是5成的勝率 那他在太風之巔對重組呢 則是1勝1敗 也是5成的勝率 那1勝贏了白 那1敗輸給了MAX 而至於呢 這個AK啊 他是職業生涯 到目前為止是出賽9場 4勝5敗 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重組耶 他是第一次遇到同種族的重組耶 那他在太風之巔呢 則是0勝2敗輸給了HERO 昨天就在太風之巔輸給HERO 然後還有輸給了灰 不過這個Slam最近真的是 三連勝之後吞了一個6連敗啊 他昨天輸給了HOW ARE YOU 而且呢 他6連敗裡面呢 輸給了MAX 輸給了JOJO 輸給了灰 兩次 輸給了FDJ 以及DS 大家有沒有聽出來什麼玄機啊 就是6連敗裡面 3個種族各輸兩次 很平均 很平均 那重對重 對這個開局不一樣喔 開局就發現了 我們Slam這邊是裸霜 嗯 哇直接裸霜啊 而另外這邊 AK則是選擇了先 瓦斯廠簡介發的孵化池喔 這是一個正常的一個 雖然比較保守型的開局 但是在重打重的情況下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潛壓了 而且Slam這邊既然是裸霜之後 還先下瓦斯廠才下孵化池 這個是偷很大啊 是還是他覺得 AK 我們常講說他沒有重胎 他絕對不會過去 他是不是有這種心理戰 覺得啊 你一定是慢慢來的 所以他才一開始前期偷很大 有可能 因為這張第五本身就大 嗯 對那這張第五本身就大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也會判斷對手層面會比較 偷會比較多一點 對那這樣AK本身就是一個比較 也是偏營運的選手 對但是這邊的話 AK這一場選擇這樣子的開局 那就表示 但是他等一下一定就會使用一個一化蟲做一個 一化蟲甚至會加毒孢給對手一點壓力 哦現在是四隻一化蟲啊 往前面跑 但是也下了二礦 對也下了二礦 已經停瓦斯了喔 家裡面現在也停瓦斯了 打開了瞭望台之後 我們看到了對方的王蟲 所以已經可以判斷對方的一個點位了 那四隻一化蟲 直接來對手加了 哦那可以那個嗎 可以一波帶走 現在應該是可以做一個小騷擾 但是應該沒辦法 先把一隻工兵打掉 因為 Slam這家裡面的一化蟲已經正在蓋了 好來來來來來迎戰啦 對但是下一波的關鍵就是我們的 AK的一化蟲 提速會先完成 快完成喔 是已經快完成了 Slam這邊也不錯喔 觀點很好 這個因為 AK剛剛兵分兩路 想偵查 對一個還落跑想要進去 對不過剛剛一個一化蟲 包得也相當漂亮 對等於是人叮人 好人叮人防守一個叮一個 對 你一個落隊啊落跑 結果還是有一個人去追他 而且現在家裡面門口用兩隻後蟲 在斜撥堵孔 下面蓋了一個地磁喔 那一化蟲也回來做一個防守了喔 這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一個 蟲族裸霜的一個概念 哦 對我們裸霜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當然就是比較容易死掉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防守 那後蟲兩隻放在那邊 會不會太浪費 不會 因為我們這兩隻只要先撤過前期 而且我們有時候可以 我們還是可以有沒有 拉回來噴一下蟲軟 因為一化蟲稍會擋一下 嗯嗯嗯 那只要確定安全喔 安全 現在一化蟲夠了 所以就可以讓後蟲回去 鑽指他的噴軟的一個人物 來了來了 哇 劈啪啦的 對 大量一化蟲往前衝下去 哇 這個壓制的時間點相當好啊 而且現在AK必須要被迫後側 家裡面如果沒有毒爆的話 對AK來說很危險喔 對 Slam的 夜化蟲啊 蠻大一群的 對 那這時候爆出去 不過轉換AK這邊 我們看到AK這邊 只有兩隻後蟲做一個毒口 那我們看到兩隻毒爆 出來了 哇 這個炸了 哇 炸了一桌 炸了兩坨 哇 Slam這個操作 哇 OK 所以AK剛剛毒爆有賺到就對了 我們剛剛 螢幕上現在可以看到 剛剛那兩下大概炸了快20隻一化蟲 齁齁 對 那是完全就是賺翻了 好 現在換 換 AK 過去了 就一化蟲呢 你跑過來我跑過去 對 因為蟲組打蟲組 一化蟲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兇惡的一個冰桶 逆動速度非常快 嗯 那蟲組本身又不是善於防守的那個蟲組 所以 這個後蟲硬要噴掉那個蟲 對 硬要打喔 不過有地獅和 差一針 要追 再一針就爆了 一針爆了 不過 哇 被圍住了 對 被圍住了 這跑不掉 呦 毒爆蟲也爬過來了 對 那一化蟲出來吃 後面有毒爆過來了 不過這個毒爆撞到什麼東西 這個 被地獅 強硬衝啊 好 不過這被地獅 點掉 剛剛應該是地獅 硬點毒爆蟲 那現在 稍微殺工兵 多到幾圈 哇 真的是蟲打蟲啊 狗咬狗一嘴貓 我都是狗在追狗啊 就一化蟲在互相追逐啊 那在這個前壓的同時 剛才也可以家裡面又多補了一點工兵 對啊 補了一點工兵之後 經濟又是非常非常 一片欣欣向勇 好 那家裡面現在要做一個防守 我們如果有毒爆蟲 除了在前壓方面之外 我們少量的毒爆蟲 配合地獅 在門口做一個防守 是非常有效果的這個 沒有炸到啊 哇 這個是因為它直接點過去 不是用A的 嗯 對 就擦身而過 對 真的擦身而過 因為我們會擔心 控毒爆會擔心 不小心炸到對方一隻的异化蟲 嗯 所以我們通常都用手動來操作 然後他剛剛就反應不起來 對 突然之間過來 對 他這邊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炸到一坨 好 這個第二個就沒那麼炸到 好 再繞 剛剛稍微前去喔 換掉毒爆之後這邊又進來 我又進來了 神級二本了喔 好 這邊漂亮 哇 這個從旁邊繞進來 這個炸得相當漂亮 而且這是一個正面在燒人的同時 就是我們旁邊偷炸 所以現在是Slam啦 橘子熊隊的Slam 藍色的蟲組這邊 剛剛有炸到很多 對 而且在前壓的同時 家裡面又補了大量的工兵 蟲打蟲 前壓的一方 通常代表他家裡面會比較容易補工兵 因為他把戰線拉在前線 家裡面就可以安穩的補工兵 對 那剛剛那樣子一換下來 現在Slam這邊經濟又是大於AK的 不過現在AK啊 決定壓過去 對 要換人喔 換到AK這邊要做一個前壓 但是現在Slam這邊要出 哇 這個一直往前又是 蟲打蟲反應真的要非常非常順順 我們再往前剛剛看到 毒爆一瞬間沒有拉走 就是瞬間被撞成一團爛泥 那兩邊要轉兵 再升級的都是遠程攻擊 所以可以想見 就是兩邊都要出蟑螂了 喔 這邊我看到了 這裡面蟑螂可以噴得比較遠 對 蟑螂在打液化蟲 或毒爆都非常有效果 呦 下三礦 對 放下了三礦 因為蟑螂出來了 那防守上就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那放下三礦 除非AK可以先找到那個Slam的三礦 對 應該是可以看到 但是重點是下AK的兵力 其實也沒辦法 過不去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石頭擋著 對 而且重點是其實 兵力目前是打不贏的 我們看到人口其實是相差無幾的 那雙方的攻兵數量差不多 情況之下就是兵力差不多 那通常首方來說 就會擁有比較多的優勢 這個監察王蟲從這邊繞了過去 沒看到三礦 對 對 那這個要出乾蟲 其實這個Slam的三礦有兩個路口 對 其中有一個路口就是 前面有Slam的兵在防守 另外一個路口有一個石頭 要讓它掉才可以進得住 對 比較沒有石頭的那邊就是靠Slam比較近 對 那Slam比較方便做防守 第一次還可以往前扎根做一個防守 對 就這一個口 對 就這一個口 想要過去看 那另外一邊是石頭擋住 對 另外一個口 可以 這個觀察者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三礦的另外一個口 對 這邊 這邊已經有過來騷擾了 對 進去做一個偵查 這邊這一個口 旁邊的石頭 對 那現在 想到進去喔 不過是被阻礙到的 這怪仔也非常忙碌 對 所以利用地形啊 這個Slam它的三礦 可以慢慢的就開始營運起來了 對 現在三礦是已經完成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於Slam這邊來講 優勢是比較大的 嗯 對 那雙方的兵力 雙方的其實兵力組成 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喔 對 數字如果看不清楚 大家也可以看到 東西是一樣的 對 對 這不是閃光之類的東西喔 而是 一模一樣 這兩邊是出一模一樣的兵種 那這樣的話 完全就是比拼誰的經濟好 還有觀念夾 控兵的部分 就是他們的部隊組成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看誰的數量多一點 對 我防部隊 那當然經濟優勢的一方喔 那就 不用講 就一定是 絕對是擁有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好 那現在AK放下自己的三礦 這邊決定 然後AK 紅色的 然後AK 耀玉太陽神這邊 出兵啦 對 來了 蟑螂向前衝 喔 有看到對方 來到前線的同時 後面有櫻花蟲想溜啊 被定住了 這個桿蟲已經出來了 喔 結果Slam要沒有 又退兵了 對 稍微往後撤一點 剛剛 剛剛AK在前下的同時 後面其實有拉易化蟲 在對Slam的家中做一個騷擾 主框的部分 其實是有稍微小巧的做一個騷擾到 但是那現在部隊散在中間 那有感染蟲的一方 就是Slam這邊 其實在防守和進攻上 都是擁有一個比較多的優勢 因為可以定住 對 蟲打蟲 可以用敵人的蟲胎嗎 一樣可以 也可以對不對 對 沒有視野 但是我們一樣在蟲胎上面 會跑得比較快 你看AK在這個地圖的正中間 還自己在那邊撐蟲胎 對 它用後蟲 它用蟲 我們蟲蟲是可以撐蟲胎的 那現在這邊的話 要做一個壓制了 部隊散的陣型 喔 沒有選擇散 而是直接往後撤喔 立刻後撤 家裡面正在出感染蟲 而且正在出感染蟲 這是比對手來的晚的 第一次踏下去了 感染蟲出來了 部隊是不是要趕快往前來 感染蟲先定住 定了兩坨 定得還不錯 但是漂亮的分兵 我們拉了幾隻 蟑螂硬點感染 這個分兵相當相當漂亮 那我們自己的感染蟲也來了 對 反而AK這邊被定住了 對 那我們後續補過來的兵力 不過在家裡面 防守的AK這邊補兵補得 相當迅速立刻就來了 好 不過我們看到 一定就是讓你的兵力在後面 沒辦法動 對 回馬槍R又被定住了 你想走的時候 我再把你定住 被點穴了啦 對 還被打光了 對 直接就是掃光了 對 因為那個部隊量 當你少量的部隊 被定在那邊的時候 你真的是 你走不掉就是只能等死 那現在 不過現在如果AK的3框 可以趕快營運起來的話 後面還很難說 對 因為這隻橄欖蟲 這個兄弟怎麼不等我 好 不過後面補了一點藥化蟲 有 我們在會戰當中 拉一點藥化蟲出來做一個進攻 是相當的效果的 我們看到這個操作剛剛不錯 就是追著你打 對 而且SLAM這邊已經沒有橄欖蟲了 所以光 蟑螂 打蟑螂 所以SLAM 群力園這邊也撤退 對 而且我們看到這邊剛 SLAM加重營運可能出了一點問題 突然間報錢 對 報錢 我們看到他的錢來到1000多塊 而且人口數是夠的 他也沒有卡人口 單純的就是報錢 對 那可能就是從蟲卵的鋪設 這些營運上是出了一點小問題 對 他的兵並沒有變多 對 剛剛在前線壓制的時候 我們有在講 蟲族的優勢 經濟好的時候 兵會越打越多 對 那剛剛這個就是沒有善用他的 沒有 營運沒有變好 營運如果沒有跟上的話 那其實兵力就是越打越少 這是一定的 對 對 就是他沒有在生兵 他也有夠錢 而且房子也夠住 結果就沒有生兵出來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人口數現在是 AK是領先的啦 對 不過SLAM這邊 如果發現這個問題 因為他現在又重新回到 他現在自己也搶了四礦 對 所以他應該 他如果知道發現這個問題的話 應該會趕快吧 這邊 幹人蟲 怎麼會走那麼前面 對 他並不是肉盾 幹人蟲表示他 只是在路過 對 被當成肉盾了 被踢在前面去 對 主要是他 幹人蟲 幹人蟲剛剛想盾遞到對手家中 燒了對手礦師 丟受幹人的吉祥兵 但是遇到了監察王蟲 哇 這個怎麼又是 哇 這個在樹蔭一下 納涼被遇到 對 他只是在旁邊啊 買水喝就被打了 對 這個後面 幹人蟲要不要定 哇 沒定到 部隊量 感覺AK的士兵是遠比 Slam來得好啊 我們看到這邊的兵是 兵分兩路 但是兩路都被打 好 有 有 這邊的 後面這邊是 佔優的 那這邊的話 哇 被夾擊了 對 這個後面的部隊是被夾擊了 AK的部隊被Slam來這邊夾擊了 直接做一個夾擊 哇 全部被殲滅 哇 那現在 Slam了 又要反壓過來 AK 氣而不捨哦 繼續在出兵 不過這個部隊是絕對不要分散 哇 被攔截啦 部隊是集結點沒事了 對 中途被攔截 被攔腰折斷了 哇 又有一個 這一隻又是怎麼以為是 這個 哇 這個 就是投奔敵人想 想變色 又有一次繼續送死啦 哇 呀 這個真糟點啊 哇 明明那個 路途中就有敵軍 結果還叫你去金六節集合 你就一直去 一直去 中途就被人家攔截了 送掉了兩隻啊 對 我們送了兩隻 之前還送掉了三四隻 蟑螂 對 那現在 AK這邊 部隊剛剛這樣幾個會戰下 因為攻防的部分 其實是Slam小小的優勢 Slam那邊是二攻一防啊 對決的是 AK這邊只有二攻零防 對 所以攻防優勢其實也是 在同兵種對決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一個 觀戰的一個重點 對 右邊這個 皮比較厚啊 對 雖然都長得一樣啦 那裡面皮比較厚啊 這邊從旁邊包了上來喔 不過這邊的防守做得相當不錯喔 一化蟲做一個騷擾 這個 這個要盾住 但是蟑螂不應該盾 為什麼蟑螂不應該盾 對 因為蟑螂要幫忙擋 你盾在那邊的話 就讓一化蟲一直被打 這邊要拆石頭 要直接打進去 對 這要直接拆山礦了 那這樣子的話 又是要兵分兩路嗎 好 在兵分兩路前面先直接被截掉 後面被定住 我們看到這個揮彈點對於 AK來說很不利 然後丟出了 瘦鷹的機槍兵 這個必須要 一定要後撤 這一定要後撤 我們必須要拉出一個 好的一個揮彈點 必須要包 對 這個揮彈點就OK 就不錯 那現在我們到人後撤的話 那這邊我們看到 時間也很漂亮的 再丟出我們的 瘦鷹的機槍兵 AK這邊也要丟出去嗎 對 但是AK因為重新拉回了 他自己的 比較好的一個陣型 所以 結果這邊的殘餘部隊 是要再打石頭嗎 要繞 對 這個是 繞到四礦嗎 對 他想要打那個盾地的乾耳蟲 但是 監討的時候他沒跟上 那這邊有蟑螂來救援了 救駕 救駕 好 這邊直接包了上來 好 那現在兩邊其實都是一個四礦 對 兩邊不只戰術一樣 連搶礦的點位都是一模一樣 自己的三礦要中間的礦數 好 那這邊 繞了過來 但是我們有人在防守 是這兩位選手要搶少年重亡的寶座嗎 Slan是21歲 也是非常年輕 AK就16歲而已 兩個重組的選手 第一次對決 特別是AK是第一次打重組 對 所以他職業第一次 對 我們有時候 剛剛順便告訴大家一個小笑 就是盾地的蟑螂 嗯 你可以用 真駿真身 就是那個定身的技能 把他定出來 你看不到他 你只要知道 例如說他在裡面盾地 然後在下面嘲笑 你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 一個技能撒下去 他就現行了 是 他盾地 他不能在地上潛伏 跑掉 這樣 對 他可以升級跑掉 但是通常比較 通常常會沒升級這個技能 好 那現在這邊要跑過來 好 這邊又 如果部隊如果往外跑就很容易陷入降格 就是不好的一個陣型 被逼彈的話 那自己的部隊就會損失很慘重 那這邊 有要再往前衝嗎 哇 不過這邊 這邊是出刺蛇 對 因為轉出了刺蛇 刺蛇的距離比較遠 我們可以在後排做一個攻擊 那蟑螂在前面打 但是如果只剩下刺蛇的話 那出了叢胎 我們看到這移動速度很慢 就會直接被蟑螂包掉 沒追 沒有叢胎 AK也不追 對 他沒有追 他非常了解 AK是個不出叢 沒有叢胎就不攻擊 對 絕對不去 腳居一定要踏在叢胎上 出刺蛇 這想法也不錯啦 前後排攻擊 對 這是前後排攻擊 這其實也是很常 在我們 感染配蟑螂的情況之下 突然出點刺蛇 其實如果你保護得好 蟑螂夠多 其實是有很不錯的效果 哇 雙方的人口數都190幾 來這邊被一個包夾刺蛇就會在前排被攻擊到 我們看到這個當然直接包了上來 哇 那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刺蛇就沒有辦法有效的攻擊到 不過上面也有附隊來做一個支援了 對 好 再揪出壽桿的機槍兵 那我們會戰的同時 Slam在我們的1點鐘方向要默默的搶下了一個礦區 對啦 經濟的部分 Slam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 但是感覺上 營運上 Slam的部隊量突然又減少了 對 剛剛一波的會戰之後 我重組要爆兵也很快啦 只是說現在藍色的重組 Slam 現在人口數落後大概30個 對 但是 Slam是要轉雷獸嗎 因為我們看到他現在在出雷獸 對 那AK這邊也是有出雷獸 也是有出雷獸巢 哇 這個重組可以打到這麼後期 也可以看到吉祥物兩邊都要出雷獸 對 雷獸在這樣子一個兵種對決滿有效果的 因為雷獸本身不會被真正正定住 哦 對 他本身是不會被任何的那種 讓你轉速的一些 沒辦法對他打針啊 對嗎 雷獸真的 有沒有辦法迷惑他 對 而且他有大夾子給你夾 對 夾他還是範圍的 對 這出雷獸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對 這也是相當不錯的想法 那整個1點鐘方向要礦區沒有防守的情況之下 然後默默的兩隻張狼過來 來 老師 結果Slam要去救嗎 好像也沒有 他要去救的話 AK的部隊在中路有集結 對 就會來攻擊 所以其實應該 我覺得應該會放掉 會放掉 好 這個要從旁邊過來 賺到 你過來看到三隻感染蟲 雷獸 三隻雷獸 對 那雷獸過來又追著包夾 我們看到旁邊過來 這個會戰點對於Slam來說 優相當好 這個很漂亮 對 雖然三隻雷獸都掛點了 但是現在看到刺蛇群 我們剛剛從旁邊直接包了上來 而且那樣子的會戰點 AK主力是感染蟲的情況下 根本無從定期 結果那個會戰就要決定勝負了嗎 AK還守得住嗎 現在就要看AK接下來 還有感染蟲應該在防守上不是問題 好 我們這邊的會戰的同時 我們AK剛打掉1點鐘方向之後 又拉出了蟑螂做一個攻擊在12點鐘方向 哇 雙方就是一個多線啦 我們這個少量的蟑螂被吃掉 那家裡面的防守 我們12點鐘稍微 可能稍微拖住了對手的腳步 家裡面也補出了兵力 好 三框都被硬點嗎 這個AK先把弓兵拉走了 真的是 三框了 主堡爆了 對 主堡爆了 那AK這邊的人口數是優勢的 如果這時候氣到又不行 把所有的兵王給它塞的話 是有機會的 不過這邊的三框也掉 是四框 那邊是SLAIN的四框也掉了 這個在互相拆對方的礦 對 但是SLAIN沒有發現 AK7點鐘有搶礦 對 所以現在兩邊其實都剩下三個礦區 但是人口數其實是AK領先的 AK這邊有打算要做一個進攻 我們看到軍隊單位差的快40 總人口數 AK188 SLAM123 對 那AK這邊要做進攻 這邊要做進攻了 好 我們後面進攻 從正面進攻 然後後面同時也來做一個 哇 這個啊 現在就被發現了 然後這邊發現對手的工兵啊 對 這個還被釘住 想跑都沒得跑 工兵想要去 1點鐘方向的礦區工作 那 就被發現 對 那中間的混戰 好 AK這邊盾了兩隻喔 那現在這個部隊 哇 AK的這個部隊也是非常嚇人喔 對 是比較多的喔 而且經濟上AK也是領先 AK現在是擁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對 那部隊是不是要衝呢 好 來了 來喔 那這邊要做一個壓制了 在SLAIN的幾波的交戰下來 SLAIN的工兵其實是已經死傷殆盡了 所以我們 工兵的數量其實是有落差 現在是23比58 所以經濟上AK真的是優勢很大 可是因為 SLAIN的主力部隊 我們看到看起來還是蠻多的 蠻嚇人的喔 那 這邊是不是要做一個攻擊了呢 好 好 衝了 說吧 說好的衝 對啊 結果沒有衝 好 因為看到對方中間 部隊在那邊徘徊啊 其實應該感覺到自己的部隊是一個大優喔 那現在這邊直接放過來 沒錯 結果現在是 SLAIN打出了GG SLAIN 這個重組的內戰打了非常的久 快半小時啊 SLAIN吞下了7連敗了 AK 獲得了比賽的勝利 目前耀岳取得了2比0 拼牌啦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